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是老王 鬼门开啦 大家都平安 之前我跟大家都很熟 有点菜的毛山派传人 讲了两个小时半的电话 在过程中我问他 鬼门开的时候听鬼故事 到底鬼会不会靠近啊 他说其实平常鬼就很多了 鬼门开的时候 这些阿飘都忙着吃饭没空理你 就算要听啊 也是在门外听没办法进来的 能够进门的都是有因果关系才能进门 那么除了聊这件事情之外 他还偷偷分享了三个鬼门开的防鬼方式 我们节目结尾回来分享 那么说到因果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就和因果有关系哦 故事是之前分享过香港故事的观众所提供的 他之前分享的故事封面是不该存在的房客 讲的是泰国酒店的故事 这一次啊 他又分享了两则故事 是他在很多年前在香港节目上听到 觉得非常精彩 于是翻译成中文分享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我是一名香港人 我要说的事情啊 是一个很多人集体见到灵体的事件 我还因为这个事情差点死掉 心脏停了12秒左右 那时候蛮多人都会做代购的工作 就是把一些东西买回来卖给别人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平行输入或者是水货 其中又以精品包 像是香奈儿爱马斯最抢手 通常都能赚到4成的利润 有一次我也趁工作便利 刚好有认识香港专柜的人 于是我跟另外两位同事一起去台湾 打算来赚一点外快 我们连买家都约好了 非常顺利的过了海关 把手上工作都搞定以后 我们三个搭上了往台北市区的机场巴士 整台车包括我们在内一共只有6个乘客 车子开到万华的时候 忽然间司机停了车 然后很慌张的冲下去 接着在车外面对我们说 车坏了要我们先下车 我跟同事下了车以后 发现离我们的目的地距离没有多远 于是我们也没有多想 就决定自己走路过去 过程中还经过了一间地藏王庙 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说要进去拜拜 顺便求个平安 我们进去以后 用手拜了拜就出来了 后来我们也前往了交易地点 那一天我们跟买家 约在台北市某间宾馆的三楼交货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房号是310 地点是对方指定的 敲了门 对方开门 直接走了进去 我们也跟着进入宾馆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充满着美味 一张晃晃旧旧的床 同事看到以后 在旁边门不吭声 这个床的床尾 对着一个小电视 旁边有一张带有镜子的化妆台 感觉起来就是很便宜的房间 里面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男生看到我们 就用很粗犷的声音问 火呢 我就打开行李箱 我心想 不就是买个包包吗 搞得像是无间道一样是干嘛 后来他们检查过后说 很好 然后钱给了 我们就走出房间 一走出门外就听到男生说 Baby 我刚刚表现怎么样 哦 好紧张哦 嗯 好 我来帮你放烧水 我们到了楼下 就忍不住大笑出来啊 当天交易完以后 我们每个人赚了好几万 同事说要去庆祝 其中一个男同事绰号叫阿庆 他说想要去林申北路看看 我是不想去的 但是怕扫兴 于是就跟着去了 但奇怪的是啊 我们明明只有三个人 可是服务生却放了四个杯子 后面当然也叫了一些陪酒小姐进来 一起唱歌喝酒 过了一段时间陪酒小姐突然对我说 哥 你朋友怎么那么害羞啊 都来玩了 就放开一点啊 酒也不喝 哥也不上 别带想啊 我往我同事那边看过去啊 我就对小姐说 确实阿信廷害羞的啊 脱到剩下内裤啊 另外一位同事阿西喝醉了 坐在那边说自己多厉害 还可以啦 算放很开了 小姐又对我说 哥 接口 接着就又对我笑嘻嘻的 结束以后 我们离开KTV 到楼下打算搭计程车去旅馆 阿晴的时候说 他要跟这位小姐出去继续玩 所以就不跟我们同一台车了 我说好 后来我就先上计程车 另外一位同事阿西也跟我说 他要自己搭车 不想当电灯泡 然后就帮我关上了车门 当下我心想哪招啊 自己想再出去找快乐 说什么不想当电灯泡 后来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就跟司机说我要去的地点 司机就往前开啦 在司机开车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司机很奇怪 他一直看车内后视镜看我 那个时候我被看到有点不舒服 我就问他 怎么了吗 司机就说 摩托 先生 如果有吐清洁费要收5000元喔 我想说是怎样 我虽然喝酒 但也没有那么离谱吧 司机又说 阿你朋友 一上车就一直趴着 是不是要吐了哈 我朋友 我听完司机说的话以后 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旁边 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女的趴在我旁边 我吓了一跳 这女的忽然抬起头看我 她的脸间的半边是烂掉的 我大叫了一声 司机也跟着我大叫 然后我看向司机那边 才发现有一台货车在我们眼前 接着听到碰的一声 发生了车祸 后来我就不显人事了 迷迷糊糊中啊 我听到有人一直对我说不要睡 不要睡 然后隐约感觉到自己被送去了医院 抵达医院以后啊 我眼睛看了一下 看到我床尾好像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低着头都没动 看起来不像医师或者是护理师 这时候在右边听到医师和护理师说 先生你还好吗 听完这段以后啊 我就彻底昏迷了 在我昏迷过程中啊 我脑海里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 我搭着电梯 电梯门打开以后 左手边非常的黑 右手边非常的亮 在很黑的地方有一个人走过来 那个人啊 是我过世的爸爸 我爸对我说啊 你的时间还没到啊 赶快回去啊 这时候右边很亮的地方 有个声音对我说 那个女人在找你求助 求助 她是想害我吧 那个红亮的声音又说 非也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眼前的景色全变了 我看到计程车上那个女人 脚上带有已经被砍断的镣铐 一直在黑暗中奔跑 在后面啊 有一个全身黑气的鬼追着她 后来女人在宾馆中看见我 就跟着我了 这个画面就到这里 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又说 出院后来尿零 她的话一说完 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阿庆跟阿希 在我的病床边 他们跟我说 从我车祸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天 我的心脏还停了12秒 还好洗票就回来了 阿希还说 而且很悬耶 你们车子撞到 结果你们人还只是小插伤 我就说 哎呀司机了 他还好吗 我同事摇摇头啊 我接着说 不会吧 司机不会死了吧 这时候左边病床 哗的一声 病床隔联被打开了 你才数了 乱讲话 我看了一下 发现是司机大哥 我就说大哥 你还活得太好了 司机大哥一点无奈的说 载到你哦 真的有够倒霉 那天刹车 莫名其妙失灵 发向盘抓不住 自己跑去撞对面 还好 我车上有菩萨的神像 一定菩萨有保佑 加上欧名大了啦 你阿妈的 是说 年轻人 你一定要去庙里走一走 你那个感觉很凶呢 我就说 哦好 我知道了 然后我跟我同事说 我在婚迷中 梦到的事情 阿锡才说 那一天 我不是说 我不要当电灯泡 我就看到你身边 站着一个女的 跟着你上车 我想说 你自己也带了一个女生 要回去 我就没有上车 原来我是撞鬼啦 阿锡也跟着说 我当时在酒店看到你 想说你怎么点两个啊 原来是鬼啊 后来我出院以后啊 跟阿锡还有阿庆约了 再去地藏王庙拜拜 还没有进到庙门口 就有一个老人喊住我们 抬头白发 眼神看起来很坚定 对我说 你是不是遇到问题 阿信看到就说 这不会是骗人的吧 这老人又说 一个女人 对吗 接着我点了点头啊 老人说 我是收到菩萨指示过来的 没想到 真的遇见了 后来聊了一下才知道啊 老人是一位已经退休的法师 他那天梦到地藏菩萨 要他过来这边 说会遇到三个人 衣服穿着两黑一白 白衣服的那一个有问题 结果我们看了一下 我真的穿白衣服 阿庆阿锡穿黑衣服 后来法师要我们先去拜拜 拜完我们再来聊 于是我们就先进去参拜 拜完之后 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 我详细跟法师说了情况 包含我那天遇到的事情 还有我在昏迷中看到的画面 法师听完之后啊 对菩萨方向拜了一拜 然后闭上眼睛 我跟阿庆阿锡互看了一眼 心想这是怎么了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 法师说 那个女人生前是个命苦的女人啊 被人陷害囚禁 然后断气 断气的时候竟然还被拘魂 她的魂魄现在就被困住 恰巧你的磁场跟她有对到 所以她才来找你求助 如果你们想帮她忙 那你就要找到她遇害的地方 阿庆阿锡就问了 如果不帮她会怎么样吗 法师说不会怎么样 也可以选择不帮 阿庆就对我说 那就当没事了啊 干嘛没事找事做呢 我考虑了一下之后 我就说 如果今天换作是我 我也会希望得到帮助 我们试试看吧 阿庆阿锡互看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接着我问法师 找到以后要怎么做呢 法师把她的电话留给我们 还给我一个地藏菩萨的呼声符 要我随身带着 跟我们说 如果找到什么古怪的东西 就打给她 我们三个依照法师的指示 要找出这个女人到底在哪边 后来我们都认为啊 问题一定就出现在 我们之前交易的那间宾馆 310号房 于是我们搭上了计程车 当时的时间是下午 我们抵达了那间 已经很老的宾馆 很幸运的 那间房现在没有人使用 于是我们把它租了下来 但诡异的是 在我们搭电梯的时候啊 电梯忽然站了一下 卡在二楼 门就打开了 是因为电梯太老旧吗 还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我们按下了关闭按钮 结果电梯竟然给我跑到一楼去 这就诡异了哦 好像有什么阻止我们上去一样 我们问柜台啊 柜台就说 奇怪 电梯没坏过啊 不然你们要不要先走楼梯上去 我找人来处理 这时候我们互看一眼 其实我当下心里真的有想过 还是干脆走了 但是都已经到这边了 于是我们决定走楼梯上去 一打开逃身梯的门 就感觉到一股寒气 我们走上二楼 我走在最前面 突然间阿西大喊一声啊 我转头看他 就看到他脸色惨白 指着前面说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一个头啊 当下听到啊 我就起了鸡皮疙瘩 然后我就说 快 我们用跑的 接着我们就带着恐惧往上跑 终于上了三楼 打开了310号房 一打开门 一股冷风跑了出来 接着我们就开始找啊 结果竟然在化妆台最底下 摸到了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以后 有一个瓶子 瓶子里面看起来是一小块干掉的肉 就像画面上这样 接着我就说 应该是这个了 瞬间啊 房间的灯关起来 阿清跟阿西还有我都认住了啊 不到三秒 我们就开始要往外跑 但是门整个锁住了 怎么开都打不开 大门被我们撞到蓬蓬作响 忽然我想到法师给的护身符 我就从脖子拿出来 直接压在门上 咔一声 门开了 接着我们就赶快跑下楼 一到楼下 我就打给法师 法师跟我们说了一个地址 我们搭了计程车就过去 过去以后 原来是法师的家 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东西 就等着我们把东西给带过来 后来法师开始烧服 拿着一把木箭 念经 另一手粉箱 接着把那一瓶装着干扁肉筷的瓶子打开 跟着符咒金纸一起烧化 后来整个仪式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结束 法师说 这个女人的灵魂得到安息了 我心中的大石头也放下来了 这时候我就有点纳闷的问 是说 为什么这女生要我帮忙 还要先害我出车祸啊 法师才说 并不是他害你出车祸 养鬼的人都会有鬼王管小鬼 害你们的是鬼王 你梦里梦到黑气的鬼追着他 也是鬼王在追他 所以被迫变成养小鬼的都很可怜啦 都是被靠住强迫去做事情 所以你们真的做了一个大功德 有一些养鬼术的人 会把小鬼放在置阴之地 让小鬼变得更强势 但这也给了小鬼机会逃跑 这才出现后面的事情 现在你们可以安心啦 听完以后啊 我真的很开心 最开心的是啊 我明天就要回去香港啦 回到香港以后 有一次我在社区要丢垃圾 因为社区有那种冷藏的垃圾间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 晚上啊我去丢垃圾 因为社区为了省电 所以都没有开灯 结果当我打开垃圾间的门 忽然间啊 我看到一个人站在里面 当下我整个吓到 马上把灯打开来 结果好像是我眼花 我当时真的很怕 有什么东西会冲过来啊 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又梦到了怪梦 我梦到那一个女人 站在我的床边看着我 我当时就说 我已经帮完你了 你还要干嘛 那女人看着我微笑 然后就在我眼前慢慢消失了 接着我就醒过来了 我当时心想啊 她可能是在感谢我吧 在上班的时候 我也把这个事情跟阿希阿琴说 后来我们三个也约好 以后有机会 绝对要再去台湾 地藏我们要上香 这就是我在台湾遇到的事情 后来我在上班的时候啊 也有遇到另一件怪事 趁这一次啊也跟大家聊 大约在五年前的一个早上啊 我在公司楼下咖啡厅排队买早餐 因为排的人比较多 所以要等一下 无聊啊 我就开始东看西看 这时候我发现公司同事阿湘 坐在咖啡厅里面吃早餐 我本来想要跟他打招呼的 但是我看到他老公也在啊 而且他们夫妇好像在吵架 男生一直在讲话 好像是想要解释什么事情 但是阿湘完全不想理他 只是一直低头吃东西 表情看起来也有一点憔悴 我心想总不会 他也犯了成龙说的 男人都会犯的错吗 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也有出席 还跟他老公敬酒 感觉他老公啊是一个好好先生 看来啊人不可貌相 看到这种吵架的情况 我也是怕尴尬 当然啊就不打招呼了 等我买完早餐要离开的时候 阿湘的老公也看到我 我还跟他对眼 对他微笑点了一下头 马上就先跑啦 毕竟人家吵架还是不要介入 以前啊我就有过了一次的情况 情侣吵架找我诉苦 我也跟着骂 骂完以后他们和好啊 两个人一起来骂我 一场可莫名其妙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了 隔了一天啊 我才听到一个 让我震惊到不行的事情 公司大家在讨论 阿湘老公过世的事啊 他老公啊在几个礼拜前 因为车祸过世了 我当下听到真的是吓傻 可是我也是安慰自己 大白天的又不是鬼月 应该不是阿湘的老公吧 只有鬼月才会有鬼出来吧 绝对是长得很像的人而已 可是没想到的是 经过这件事情开始 我常常半夜回家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总觉得我身后好像有人在跟踪自己 但是回头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还有一次 同事之间啊 为了阿湘 特地约聚餐吃饭 吃完还去唱歌啊 我也有参加 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在KTV的时候 我总是隐约感觉 好像某个角落站着一个人 整个人灰蒙蒙的 看不清楚样子 我还问我同事 我说 你有看到那边有一个形体吗 我同事笑我说 阿你就喝汽水而已 你这样也能醉吗 我心想 那可能最近眼压太高 我看错吧 于是我就进去包厢厕所里面 想说洗个脸 签洗一下 在我关上厕所门洗脸的时候啊 我耳边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是林俊杰的小酒窝 更诡异的是 这首歌不是从厕所外面传进来的 听上去就像是厕所里面发出的歌声 我马上抬头起来看 厕所里面没有喇叭啊 而且包厢厕所跟外面就隔一扇门 外面的声音我应该听得见 但这时候啊 我感觉我好像掉到一个灵异空间 因为我只听得到小酒窝的歌声 完全没有外面同事的聊天声 也没有任何唱歌的声音 就连隔壁包厢的歌声也都没有 因为我是自己开车来的 所以我没有喝酒 不可能是喝醉产生的幻觉吧 那这诡异的歌声是从哪里来的 这时候我就觉得毛了 我想说不行 我赶快出去好了 但我想开门出去的时候 却发现厕所门怎么样也打不开 接着歌声不见了 取代的是 有人在我耳边一直对我说 抱抱我 抱抱我 这下我确定啊 闹鬼开始有预兆 我真的是遇到灵异事件了 于是我一直用力拍门 希望外面的同事听到拍门声过来救我 幸好啊 他们真的听到我拍门的声音 奇怪的是 他们从外面轻轻一扭门就打开了 就在他们推开门的那一刻 刚才我在厕所里面听到的所有怪声都同时消失了 那种感觉就像是按下解除静音 所有声音都出来了 同事唱的也不是小酒窝 而是张学友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这首歌啊 真的有够应景 我真的有够伤心 我怎么又见鬼了啊 同事当然有追问我 发生什么事情 我挥挥手说 我身体不太舒服 要先回家了 正当我走出包厢 要把门关起来的时候 我又看到阿湘的老公 站在阿湘旁边 我的妈 我看到啊 直接狂奔回停车场 开车回家 在这个KTV事件之后 我整整病了两个星期 而且在生病的时候 我常常做一些奇怪的梦 一开始梦见中 我看到的是 阿湘老公跟阿湘求婚的过程 过程中点缀气氛的歌 就是林俊杰的小酒窝 然后断断续续的 在梦见中 我看到是阿湘跟他老公吵架的场景 两个人吵到面红耳赤 男生更在吵架过后 开车离家出走 接着我在梦见中 看到阿湘的老公 开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惨烈的画面 让我有一种第一人称的感觉 直接下行 后来我知道 这个事情有点麻烦了 于是我就开始想 我身边有没有人可以处理这种事 我就想到 我女朋友他爸 年轻的时候 好像学过道教的法术 所以我最后选择向他求助 经过女友爸爸的调查 证实同事阿湘的老公 原来一直跟在我旁边 但是他没有要害我的意思 只是希望我可以帮他一个忙 因为他没办法跟自己的老婆沟通 甚至就连托梦也没办法 刚好那天早上在咖啡厅里面 我跟他对上眼还点了头 他知道我有办法看到他 于是才一直跟着我 他想要在投胎之前 把一些心理话跟老婆说 所以想要我帮他转达 后来在梦境中 阿湘的老公把想说的话跟我说了 但是呢 最大的问题来了 我是要怎么跟阿湘说 你老公托梦告诉我说 这些话怎么想就觉得很奇怪 说不定还让人家误会我是想要追求他 后来我就约我女朋友来公司 跟他说我女朋友有问题想请教他 然后请阿湘到会议室 我跟他说了前因后果 阿湘当然不相信 还觉得我在开玩笑甚至有点生气 直到我跟他说 他老公求婚的时候放的是小九窝这首歌 他才完全相信 因为这是私底下求婚的 没有别人知道 后来这首歌也变成他们的定情曲 接着我看阿湘也相信了 我就对阿湘说 阿湘你老公想跟你说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说 湘我很不舍得你 但这是天意 所以你不要太自责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寻短 但是不要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会让我们永远无法相见 就算投胎也碰不到面了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活下去 过好应该属于你的生活 这就是给我最大的礼物了 听完以后阿湘大哭 因为他自己一直都觉得 如果那一天没有吵架 老公就不会开车出去 发生意外 所以他一直很自责 也确实想过要亲身 但现在知道老公的心愿 所以阿他会坚强的活下去 不会再胡思乱想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亲身经历 其实灵体和人一样 有时候也确实需要帮忙 但人鬼殊途以后类似的事情 还是不要找我吧 故事结束 那么香港怪谈说完了 我们接着来说 鬼门开究竟要怎么避免撞鬼 要怎么防鬼呢 第一个早点回家 鬼门开的时候 尽量早一点回家 所谓的早一点 不是要你熬夜到天亮 买完早餐再回家 而是下午六点过后就尽量在家 但有些人可能需要补席或者工作 这时候你就可以准备一些平安福带者 家里经常准备一些粗盐 觉得怪怪的就粗盐洗一洗身体就好啦 第二个不带铃铛 人家召魂是不是会咬铃铛 就是因为铃铛的那个频率会吸鬼 让鬼知道说 这边有人要找他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铃铛摆饰品 或者家里有风铃 都可以先拿下来 如果是钥匙穿那种就不用怕 因为那个不是铃铛的频率 所以不用担心 第三个戴帽子 如果你遮住了天灵盖 这叫做盖天地 盖住以后鬼会认为你是同类 就不会去找你寻求帮助 或者也不会对你好奇 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有一点毛 如果觉得我是同类 想要搭讪我那该怎么办 以上三个就是他分享给我的防鬼知识 我还是觉得 鬼月是慈悲月 是祖先家人上来放风的日子 自己的心态放好 什么都不用怕 心里有正能量 看见什么都有正能量 然后常说好话多做好事 现在留言说一句 大家平安 也是功德一见哦 Oh power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